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农雷哥 今天呢 随着我的镜头 带大家去现场实拍一个 在咱们中国 唯一一棵历史长达三百多年的老槐树 这个老槐树呢 可以说 它长得特别的独特 也是在咱们中国第一大奇观 为什么说第一大奇观呢 因为它的长势呢 就长在一个铁锅里边 非常独特吧 朋友们 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典故呢 另外呢 这个位置就处于我们河南 作为评伴长的朋友们 来过这个地方没有 来 随着我的镜头 带你一保雅福 现场出发 咱们呢 现在已经到达这里了 河南之罪 世界之罪 我们商丘之罪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罪 咱们现在呢 已经走进这个白云禅寺的院内了 首先呢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白云禅寺的来历 据传在震设这个寺院的时候 正是夏天的三复天 就是这个时候 天气呢 都特别的炎热 工匠们呢 可以说都是汗流加倍 热得不得了 朋友们 这些工匠们正想休息的时候呢 正好正在这个天空中 突然出现白云一朵 正飘在这个白云禅寺的上空 就像一个伞 给这些工匠们打着 所以说 寺院的由来呢 就取名为白云禅寺 白云禅寺呢 位于我们县 西南 二十公里处 建设的时间 是在那个 唐真关年间 六百二十七年 执真已仍有 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别看这个白云禅寺 名声不响 当年呢 它可是于 丰大国祥寺 洛马白云寺 松山寿陵寺 齐名 通称为中原四大名寺 白云禅寺呢 可以说 占地面积有五百余亩 僧人呢 几百人 远不如其他的三大名寺 而白云禅寺 子所以 跟他们齐名的 传在于 他是中原 数不多的 清朝皇家寺庙 顺治 曾在 曾在这里出家 康熙 曾在为这里 提杯 室内呢 也就是说 有这个 中国 唯一一个的 奇数 就是现在 大家所看到的 铁锅术 这个铁锅呢 可以说 建于 清康熙 二十六年 传说 这口 铁锅 是当年 康熙皇帝 遇刺的 康熙年间呢 每逢农民 可以说 作物的时候 收获的时候 天气都特别的严热 白云禅寺呢 就利用这个铁锅 来熬州 救济这个灾民 天气非常炎热 基本上 可以说 克力无收 后来呢 这口铁锅怀 长了一棵 一棵小树 直接呢 可以说 变成现在的 苍天大树 就是现在 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树 同时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铁锅呢 长着这个树 高 能够达到 十六点五米 它的灌符 十七米 松围 二点四米 啊 据这个 植物学家推测呢 这个树的年龄 到现在 有三百多年 大家通过视频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槐树呢 可以说 老干 可以说 斑驳 但枝热 特别的茂盛 另外呢 可以说 它这个树叶 长得都特别的好 朋友们 还有一个 更大奇怪的就是呢 这个铁锅 直到现在 有四百多年 没有生锈 而且都炸裂开了 大通市民呢 咱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当时我拍视频的时候 也特意拍了一个铁锅 被炸开了 是不是 我愿意卖 啊 这个树呢 可以说 呃 生成一个苍天的槐树 迷人的一个景象 看着特别好看 而且每天参观的人员呢 也是略意不绝呀 这棵树 可以说 百年的 古槐树 见证了中原 从封建 半知民地 的旧中国 到新中国建立的 复兴的历史 也承载着中国 厚重的文化 另外呢 呃 在这个树上 可以说 也是很多的 这个 挂了很多的 一个东西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此外呢 呃 四百多年来 这个槐树 一直 这个 非常的茂盛啊 盘根 错阶的 树根 与铁国 铁国呢 招职在一起 啊 后将这铁国直破 啊 可以说呢 呃 他的根呢 值得入地 啊 几百年的历史 风雨 侵蚀 时今呢 可以说 铁国 没有森绣 堪称为 世界 奇观 世界的一个奇观 不是世界 奇观 不明白 通过以上 这个 呃 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 非常了解 我们河南 白云禅寺的一个来历 以及铁国怀的一个来历了 作为屏幕上的朋友 您呢 有没有来过这个 白云禅寺呢 有没有和这个铁国怀 拍过照片呢 呃 说到这里呢 也都说 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都读过这个铁国怀 知道过他这个历史 作为屏幕下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这个铁国怀怎么样 或者是 你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打在评论区和大伙们 分享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